我 原来如此 九条沙罗没有对你们出手 不知道能不能试着和他接触 从他手上套 我认为很难 九条沙罗是眼兽令的执行者 他只听从雷电江对他来说 郑圣师傅并不能直接威胁到眼兽令 但如果我们暴露身份的话 他对我们是不会客气 也是 不过郑圣师傅得救 对我们来说 这次多亏了萧公和旅行者 我们距离 总觉得你比我们想象的 确实 如果没有旅行者的帮忙 不过 想要反抗眼兽令 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准备今后的 不用这么紧张也没关系了 至少现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顺利把人 对了对了 我还听说 最近天灵凤行 反正街上执行眼兽令的武士都变少了 现在 仪式 为什么要交给天灵凤行 我也不知道 不过应该跟我们没关系吧 总之他 嗯 这一直紧张下去 也只是徒增疲惫 正好到了庆功宴的时间 那我们大家 实不相瞒 我最近才学 火锅游戏 那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每个人准备不同的食材 一起放到锅里煮 然后闭上眼睛 轮流从锅里捞食物 一猜对的人 会触发再来一次 而最后得分最高的人 相传 听上去很有趣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你到底有多想 没办法 旅行者 我们也准备一些 我看看 新鲜的鱼 感觉是很正常 没想到 最后只有旅行者放了 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火锅了 好在 没错 得分最高的就是我 嗯 都怪托马放了很多奇怪的东西 就算是旅行者放的正常食材 但是灵华也在火锅里放了小蛋糕呢 还为火锅煮蛋糕 呃 抱 抱歉 我还以为会很 啊 不行了 其实托马不用那么拼命也没关系的 只要故意 其实我总觉得最近运气不太好 不知不觉就有点用力过猛了 能感觉到我宣布 今天的火锅游戏到 哦 哦 游戏结束了 工作也告一段落 嗯 如果天灵凤行那边 正如托马所说 在忙于筹备 能有些喘息时间的话 喂 那就各自修整一段时间吧 几天之后 我们再来没落茶室集合 啊 这可是罕见的假期哦 我也要收拾收拾 去准备下一次火锅游戏的 这个游戏还有后续 一次这么够 那大家 嗯 下次再 旅行者 看来暂时不需要再来没落茶室 哎 这过去的书要也有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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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